好像經常都像套著那樣 即是他們賺錢 好像借貴李那種感覺 好像不斷地銷唸 沒有錢去銷唸 銷唸賣 曾經幫襯DL龍臂的他 半年後臂就歪了 沒得背 讀大學的Alice就參加了推琳巴 還推到背部受傷 他們都花了幾千甚至幾萬去參加療程 不止身份不再幫襯 還覺得完療程是總解脫 試過用不用遷就代言來稀人買療程 還會容易到一洗腦銷唸你 抵不住就只好就飯給幾萬人 還有員工爆料 DL創辦人兼主席 曾經被醫委會裁定專業失動 用支持的監視包打在支持的身體裏 我們已經有很多的理證 整個人是年輕 港大醫學院畢業的周向榮 會在自己的Block推介 產品 不過2002年還掛根診 就不停推介他老婆的MP17產品 又唯一得 被以為會譴責 曾經說家庭醫生工作公式化 不過就只是以錢掛稅 房地廠賺到錢 就去做地產代理 他在95年成立DL 現在有42間分店 不過就被投訴過很多次 今次搞到四人入院 政府都是要切除 據報都是將自己的血液 經過處理之後 再用靜脈注射 注射入自己的身體裏 我認為這是一個醫療程序 這是一個醫療行為 有這麼嚴重的事故 我是非常震驚 提醒大家 要去做臉部或參加任何療程 都要檢查清楚 小心點